每日神话 你们这些少年人 虽都犹如少壮的狮子一样 但你们心中很少存有真道的 你们的年少并不能获得我更多的做工 而且总是惹得我对你们反感 你们的年纪虽然又小 但你们或者没有朝气 或者缺乏志向 对自己的前途总是不置可否 似乎是漠不关心 又似乎总是耿耿于怀 可说在你们身上 根本找不着少年人 该有的朝气、理想 与个人该站的立场 就这样的年少之人 也毫无立场 而且又毫无善辩、对与错 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 在你们身上 根本找不着新鲜的成分 几乎尽都是老气 而且这样的少年人 也学会了随帮畅流 学会了不明事理 而且从来不明辨是非 分不清事情的真伪 从不经意求经 也不分清 也不分清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什么叫真理 什么叫虚伪 在你们身上存留了不少 比年老之人还多 还严重的宗教气味 甚至还娇瞒不讲理 好胜心又甚强 好斗心又甚严重 这样的少年人 怎能有真理呢 站不住立场 又怎能站住见证呢 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又怎能叫少年人呢 没有少年人的朝气 活泼、新鲜、沉着、稳重 又怎能称为跟随我的人呢 没有一点真理与正义感 而是乐于细斗玩耍 这样的人 怎能配做我的见证人呢 满了诡诈 满了歧视人的目光 本不是少年人该有的 行毁坏可憎之事的人 也不应该是年少之人 年少的人 不该没有理想、稚气 与蓬勃向上的气质 年少之人 不该对前途心灰意冷 也不该对生活失去希望 不该对未来失去信心 年少之人 对自己今天选中的真理之道 应该有毅力走下去 实现自己为我花费一生的愿望 年少人不该没有真理 也不该对虚伪与不义包藏 而是应该站住该有的立场 不应随波逐流 有敢于为正义 为真理奉献拼搏的精神 年少人 年少人应该有不屈服于黑暗势力的压制 有改变自身的生存的意义的勇气 年少人 年少人不该是逆来顺受的 但更应该有胸怀坦白 而且饶恕弟兄姊妹的精神 当然 这是我对所有人的要求 也是对所有人的劝导 更是对所有年少之人的安抚之余 你们当按着我的话去实行 尤其是年少人 不该没有辩明事理 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心智 你们当追求的是一切美与善的事物 应该得着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而且对个人的人生要负责任 不可轻视 人来在世上 难得碰见我一次 又难得有寻求得着真理的机会 你们何不将这美好的时光珍藏起来 作为今生追求的正道呢 又为何总是对真理与正义 不屑一顾呢 为何总是将自己糟蹋断送给那 捉弄人的不义与污秽呢 为何与那年老之人一样 行不义之人所行的呢 为何模仿那老旧东西的旧态呢 你们的人生本该是充满正义 真理与圣洁的 本不该就这样及早地堕落 而坠落于阴间 你们不觉得这样是太不幸了吗 你们不觉得这样对你们是太不公平了吗